首先,我們在入料座放一個圓形弓箭 接著讓手爪夾持圓形弓箭 因為位置沒有調整好,所以它就沒有辦法夾好 當然,它也沒有辦法正確地放到移動台上面 所以這時我們必須做緊急停止,讓它不要再繼續下面的工作 接著我們要調整的時候,放一個圓形弓箭在移動台上面 接著我們讓手爪打開 接著,讓手爪往下移動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進行機械手爪的調整 讓機械手爪能夠夾持圓形弓箭 所以機械手爪的中心必須與圓形弓箭的中心必須一致 這樣的話才能夾好 這時候我們放開氣壓 然後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夾好 在圓形弓箭 在移動台的圓孔上面 OK了以後,接著我們就可以把它固定起來 接著我們讓手爪可以往上面移動 那首先的話,我們必須把機械手爪讓它夾持圓形弓箭 接著讓它往上 接著我們讓它往前移動 接著我們讓它往前移動 入料座,調整它的位置 讓圓孔與圓形弓箭的中心一致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所有的調整 接下來的話,我們可以來試看看 到底我們所調整的位置正確與否 首先我們把弓箭把它晃掉 壓爪打開,弓箭掉下 接著我們放圓形弓箭在 入料座上面 接著我們輕輕地碰一下 讓機械手爪自動地去抓取圓形弓箭 看它能不能放到正確的位置 如果可以,就代表成功 如果不行,就再衝動 相關的設定動作 按照片 按道理,按照片